我觉得就是 当我们思考这些事的时候 世界啊 自我的时候 就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需要闲暇 对 我觉得哲学家 或者说哲学 思考这些东西 最大的一个前提 就是闲暇 但是现在 现代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闲暇 没有闲暇 对 然后我看那些 伟大的哲学家吧 一般他们的生活境况 分两类 一类是像 比如像舒本华这种 就是18岁父亲死了 然后继承一笔遗产 对 他有钱 他一辈子都不愁吃 不愁喝 所以他当然有这种 闲暇去思考哲学 还有一种就是 比较的安平乐道 比如像尼采这种 他也没什么钱 但是他能在那种 非常简朴的生活中 找到满足感 对 那他同样有闲暇 去思考哲学问题 对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可能就是 可能不是大家没有 这个对哲学的兴趣 或者觉得哲学没用 而是纯粹是因为 这种多县城的工作呀 这种内卷的生活呀 导致你根本没有 片刻的闲暇去 真的思考哲学 这个呢 其实啊 我觉得闲暇是相对的 对吧 闲暇很容易 对吧 一单诗一瓢 你也可以有闲暇的 对吧 现在忽兰就不能同意啊 一单诗一瓢眼 就 咱还创业公司 对 你看比如说 你说像李采 像这个卢梭也是这样 苏格拉底也是个窮人 一辈子也一贫如洗呀 当然亚利苏洛德说 哲学产生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精益 一个是闲暇 对吧 首先我们要好奇 我们对世界 对自我 对所有社会 所有东西我们要好奇 其次我们要有闲暇 这确实是 但这个闲暇 我觉得在很难中 它确实在很难中 它是一个比较相对的 不是说只有 完全意识无忧 这个仅一律实的人 才能从事哲学研究 绝不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现代人呢 其实说实话 你即使说 那些最没有闲暇的人 他也不一定 比当年卢梭的近况 要更糟糕 当年卢梭什么近况 卢梭基本上 贫病交加 又没有任何背景 对吧 他从小就是 母亲早年去世 父亲后来出走了 他就是一个流浪案 对吧 后来在华伦夫人 这个专员里面 受到了一些情感的教育 受到了一些文化的教育 然后就跑到巴黎去闯世界 对吧 可以说真是 移民不稳 对吧 然后在 也疑问不明 对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当时到那个地方 是闯瘦 就完全就是像 我们今天那北漂的那些 泪珠一样的 对吧 跑在去 跟当时一笔启蒙 思想家都是年轻的 都是一些 可以说当时奋亲嘛 算是 大家一块闯世界 但是华伦夫人养他吗 不 华伦夫人那是早些啊 他二十来岁就离开华伦夫人了 那后来他谁养他呢 他就是靠自己写东西 赚一点钱 然后主要是靠跟别人 腾乐谱 腾训乐谱 他没有任何生活之缘 他和福尔泰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讲法国启蒙的时候 这两个人 一个是养人处优 是吧 吃香的喝辣的 受到这个欧洲各国的这种 权贵的这种崇拜敬仰 是吧 一个就是完全被别人看得 是上家之犬的 就是说到处遭到人攻击 这两个人完全就形成了 两个不同的这样一种类型 生活状况也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两个人 福尔泰比卢说 大概大十八九岁 最后两个人都是一期 七八年 两个人同年去世 两个人死对头 所以在法国去 我每次到巴黎啊 我都一定会要去一下 萨拉克总汉的这个先前史 先前史 下面下的地下史 所有法国的伟大的文化英雄 包括像居里富人啊 像维克多鱼果啊 这些伟大的文化科学的 这样一些巨博 他们都埋在里面 而一进去 两个面对面的两个人 一个福尔泰 一个卢梭 是吧 这两个哲学家完全不一样 福尔泰那确实有闲暇 是吧 他一天到晚 在他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庄园里面 从事他的批判 卢梭就是真是 黄黄然若上架之权 被逼得到处好 是吧 一事无忧 而且这个一事无凿 然后这个平平交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也是导致了 他的一条思想 所以这个 就确实在这个意思上来说 我们说这个人的 这种处境 更多可能啊 固然处境可以改变个人 但是首先你这个人 基本上形成了 你的一种这种气质 或者你的一种价值观 一种生活态度以后 在很大程度上 实际上处境是被他所组估的 忽兰 这个问题最好你回答了 你最忙 我看我们当中 整天跑通告 那你说这个 看门口大爷的三问 你现在还有空考虑吗 但其实我觉得 没空考虑往往是个好事情 对 就因为你有空考虑了 其实你就已经是向哲学 去寻找答案 寻求帮助了 就很多人其实忙忙忙 你不考虑这个事情 对 有其实没什么不好 就因为你不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我们也在说 你是想当一个这个 无所事事的猪 还是想当一个这个 愁眉苦脸的斯科拉底 对不对 你想当什么 我要是能 安平的当那只猪 我当然想当那只猪了 那只猪有的时候 他一思考吧 他就成了一点点斯科拉底 这是非常麻烦的 这是非常麻烦的 我要是能 中日啥都不想 当那只猪 安安稳稳的当 特别开心 但往往就是 你就开始会去想说 我这个 这个到底哪里做错了 或者说我做这个事情 要到底是为了啥 这就麻烦了 这就开始要从哲学里面 去寻找答案了 但哲学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你看刚才我们在聊 其实很多那种 大部头的书 其实也是看不进去的 对 那个B站上面 那个邓小芒老师的 那个精神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那个500个小时 不太好看 没人看 就是实话实说 就是这些年轻人 爱好哲学 也都是 只有搞专业的一个人 也是去看 全是睡觉的 想要睡觉 去看一会儿 就睡觉 就只能看看 浅的这个哲学史 其实也是一样 然后就看看 哪些画 说这个东西 好像对我现在有用 就像看紫超说 像抓药一样 甚至有些东西 是矛盾的 我前段时间 是这个心境 我需要这个画 我就拿这个画 去慰藉我 这段时间 这个画好像对我有用 就去抓过来 但哲学家 其实也特别好 就是哲学家 不歧视我们这些爱好者 哲学家 还有说这个 什么是哲学 哲学史就是哲学 他这么说 他说你们现在看这些 也是哲学 那挺好的 我也觉得 我看的就是哲学 所以说就是各取所需 然后从这个里面 找一些这个精神试量 所以说 其实你说这些年 我是感觉说哲学热 经常说又哲学又热 但你说热不热 也不好说 你比如说 我们这么说 去这个寺庙里面 烧香拜佛的人多了 就代表佛教热吗 也不是吧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可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那里 就是在于这个哲学 和哲学史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 我们是团是专业做哲学 那么我觉得 因为哲学这门学科 它从最初产生之初开始 一直到今天 它都和科学 当然也和宗教和神学 它都是有很大差异 尤其跟科学 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啊 它是一门 一定要有确定性答案的 这样的问题 这样一门学问才叫科学 客观标准 所有人 不管你是中国人 你是英国人 不管你是主张 什么样的观点 你都得承认这个 这个刘顿三大定律 承认这个万有引力定律 是吧 你这个东西 否则的话 你得出一个观点 跟它相反 那大家肯定觉得 你是个疯子 不是个疯子 是个骗子 是吧 这两个问题 但哲学不一样 哲学自产生以来 一直到今天 哲学它是没有定论的 哲学探讨的问题 它是不能在实验室里面 做实验的 因为它探讨的核心问题 都是形而上的问题 就是超越经验的 我们说的这个形而上的 它的原始的反译词是经验 而不是辩诊法 不是这个我们在大学科门 里面学在这个 形而上学在辩诊法 对你不是这个 它的经验 形而上就是超越这个经验 我们中文翻译这个词 翻译得极好 这个Metaphy这个中文翻译 当然是日本人当时 用我们中国的古代的译经 周一里面翻译 叫形而上者为之道 对 形而下者为之气 对 气就是个东西 比如说这杯子 这个桌子都是气 而形而上是个道 而道可道非常道 所以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是形而上的 而形而上问题 最大的特点是 不可以在经验中来练证 你不能像这个加速度啊 像这个惯性丁丁 你可以在实验室里面验证 对吧 但是他这个不能验证 所以正是由于他不能验证 所以呢 每个人对哲学问题的一种思考 是不一样的 跟你的环境 跟你的背景有关系 你从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受到什么样的教养 你在什么样的文化氛围之中 你自然就会随大溜 就形成那一种 这个社会的主流的主义思想 您比如说 您刚才讲这个 先而下者为之弃 我就想 中国古代人还讲一个叫 君子不弃 我可能不能理解它 我的理解就是说 人不能当工具 对 那么就是说 因为人本来就不是工具 所以在哲学上 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异化 当年马克思经常提 就是说你看 人工人 怎么变成了机器的工具呢 因为人本来是权活人的 不应该是这样 有灵魂有思想 爱好多元 对吧 一会打猎了 一会谈恋爱了 他这个是一个自由的人 他怎么会变成一个模子 一个工具呢 对吧 那么说君子不弃 可是你看 那天我听你们这个脱口秀演员 我觉得也很感动 从某种程度上 他们有 你们有艺术性 就是尤其是你像忽兰 他也想表达 表达一些对于社会的思考 但是对他们来说 有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主要是要 首先要让观众乐 还是主要是你个人 得以表达 对 那我们毕竟还是一个服务性 对对对 我们是一个服务性的 我们首先要服务于 他必须要让他笑 对 我很感动 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讲 这是君子不弃 对 这跟这种 那就是说 我们都是主观上 很自觉自愿的 对 愿意作为一个观众的工具 只要我能让您快乐 对 我的价值就实现 对 我很高兴 对对对 但这个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说 这算不算人的工具化 但其实 因为我们和包括我 其实我就尽量不去纠结说 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工具人 那因为你把它给扩大范围 那你才不是工具人吗 都是一样的 咱们今天在这 不都是工具人吗 所以你踩疯了吗 对 一样 真的活得快乐的 其实也是一样 对不对 他就被赋予了 你要去干那个事情 你就是一个工具人 所以说 那我就不去纠结这个事情 那我既然是工具人 我就把这个事情给做好了 其实就 就很正常 这可能还是 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在一个社会里边 我们都被定位了 是吧 比如我是一个教师 你是一个脱口秀员 这个刘老师是一个作家 文涛你是一个主持人 对 那我们这个每一个行业 它都有它的规范 这个规范要求你必须 首先要实现 这个规范所要求你达到的宗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一个职业的一个道德 这个时候你必须服从 这样一个职业道德 否则的话 如果你始终要超越这个东西 你就会活得很难受了 你就会变成一个风子 尼采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 他就是不愿意受任何这种规范的约束 他要打破所有这些规范 他要重新促造一套新的价值体系 一套新的规范 这种规范是以他心中的理想为开模的 或者为模式的 这个我们说我们人很难做的 尼采思想也很危险 对 我们每个人可以在精神上是自由的 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符合某种规范 某种职业 某种行当 要求我们这种行为规范的时候 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在做一个职业的一个 最后我自己 我最好 当然最高的经济是能把这两者融通在一块 一个方面又能够率性的 把自己想讲的东西表现出来 有一种艺术感 同时也果然能够引起观众的这个热爱发酵 没错 对 这个你看我们就找到了哲学 在现代对于个人安身立命啊 对 我觉得 哲学对我的安身立命 作用非常大 这些思考 比如说当年二战之后 很多哲学家像是那个叫什么 汉纳 阿伦特 就在探讨这种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 一个屠杀的一个工程师 一个工程师 当然那是极端的情况 可是更一般的情况是 我也是个人 我不能丧了良心 你这个良心呢 是属于你这个灵魂 就是你有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说比如脱口秀搞笑 对 我哪怕就是让观众乐 但是比如说我怎么着 我也不能拿残疾人开涮 这个 对吧 你因为有些职业你会发现 坐着坐着就丧了良心了 对 他沿着他这个职业的特性 他如果去到极致之后啊 人性他 对 他忘了 他忘了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你看 每一个人你离不开 你像忽兰你肯定 也有你的正义感 是啊 我其实觉得我这些年讲 当老师啊 你知道从你当学生的时候 我反正五大讲课 还算确实这几十年都 还是比较有名气 对吧 有点 太火了 满坑满谷 但是我老说 我有时候在讲 为什么我会自己 我觉得我讲课还讲得不错 受学生欢迎 我后来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 我说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 如果他首先不能感动自己 他也就不能感动学生 所以我每次讲课 我都跟第一次状况一样 我都处在一种 我只要往讲台上一站 我就能够进入到一种这种 完全就是我 虽然我说底下观众多少 对我来说有一定影响 但是不是绝对的 对吧 有时候对我来说 哪怕空无一人 只要我家里有一个人 只要他是个人 我就能进入到一种状态 因为我觉得 我首先 忠实于我这样一门学问 我这个职业要求我做的事情 对吧 而这个事情就是我热爱的 所以我首先得感动我自己 然后就可以感动别人 同样很多大学老师 为什么你在听他的讲课 就觉得好像是赵美宣科 这个听起来未同桥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 他不能感动自己 他从里面没有快感 他在讲课里面 他得不到一种感受 对吧 所以我觉得 真的我每天 一到今天我都快七十了 我每次只要一站在那讲课 我就能进入状态 我觉得我始终 我觉得我很热爱他 所以这样我实际上就把 我个人的这样一种兴趣 和我这个职业要求 我的操守 我觉得就很好的结合在一块 所以我 紫超刚才想说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挺 挺难得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觉得 现在大部分人 是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意义 对对对 他把工作跟自己的 就他在工作中 或者在那种工具人的状态下 他找不到一个意义 找不到一个快乐的源泉 就怎么能把这种 身为工具人 就从这种 你进这种社会属性 这个责任的这个同时 你能从中找到意义 找到快乐 其实这是 这个我是觉得 怎么能从哲学中 去找到一些灵感 这个是我觉得挺重要的 这现在有个词 叫专业激情主义 对 您说这个 我觉得在咱们五大 挺有名的 五大老师好像 当然别大学都 老师都好啊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记得 我记得我们是中文系 有一个老师叫李静一 李静一 讲堂之宗 因为我不知道他学受成就 我不了解 但是也是学什么爱琴的讲课 就因为啊 你看见一个人啊 特别有机 像很多我们原刁派的 那个这个观众啊 我有时候发现 你看我们请一些哲学生 请科学家来 他们的反应也非常有意思 他们就是说啊 听不懂你 哎 听 就是看见一个人啊 眉飞色舞 激情满满的 讲着他自己擅长的事情的时候 就你觉得他发光 羡慕 他本身 那当时呢 李静一老师 我记得大家其实去 为什么 就是欣赏他的激情 对 他自己陶醉其中 而且我看主要是朗诵 对 他讲到满江洪汗 怒发通关 哇 对 对 那个师生之间 就好快乐 你知道就是一个人 能够 你也讲 我就觉得就是紫巢说的 就是这些观众 他就带入自己之后 他觉得说 我天天在公司做PPT 我也不爱做 但还有人能做着 自己喜欢的事情 虽然我听不懂 但是他这么热爱 我就羡慕 我也想像他一样 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对 他们说你做脱口秀就是 就是说 等于自己找着了个 自己的理由 是 就是说又是工作 还能谋生 对 而且呢 又是喜欢 对 是 而且 尤其是最近一年 我经常做其他事情 发现我也做不好 然后就跟周围朋友说 我说这些都做不好 我就只能做好脱口秀 他们说你什么时候 学会POA自己了 对 我跟你讲一个小小故事 就是2017年 刚才还跟这个紫涛说的 2017年的时候 10月31号 我跑到德国维尊堡教堂 对吧 那个是为什么 因为500年前 马蒂努德 在那贴出了95条论纲 开启了整个宗教改革 然后开启了整个西方 现在化的最早的源流 那是公布可没 非常重要 当天我们上午去 下午摩克尔也去了 德国中文 当时的德国中文 我是2017年去的 他是1517年 隔了整整500年 10月31号 那马蒂努德 他有一句话 对我印象特别深 他当年在这种极强的高养之下 他坚持他的观点 他当时在这个沃尔姆斯宗教会议上 面对着很大的天主教的压力 以及这个神师罗马帝国皇帝的压力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他说最后一句话叫 这就是我的立场 我只能站在这里 就是他找到他的思想 找到他的意味 找到他的所有的那种生命主席 所以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行业 都是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我在讲台上 我也决定了 这就是我的立场 我只能站在这里 我可能干不了别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我能够找到一种快乐 人生说实话 各种可能性 发展可能性都是有的 但是你只要找到了一个属于你的 而且你觉得非此莫属 你可能会这一辈子活得很快 享受每一天成立在我自己 这样一种热爱 这样一种学术之中 我觉得这个 同样你想李静怡老师 他们说 为什么呢 有时候我想我们这个时代 说实话自近代以来 尤其是科学发展 尤其是科学技术 这种长途发展以后 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没有诗意了 我们这个时代是个散文的时代 对吧 我们没有诗意 古代人不一样 古代人不管是中国的唐宋时代人 还是西方希腊的时代的人 他都是生活在诗情画意志中 他都是诗情画意的 就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很难理解人 怎么可以在诗里边生活 就像古代人很难理解 你今天怎么可能在那种 散文化的生活中 将来生活一样 是吧 他什么东西 你看希腊造型 奥林匹亚竞技会 这都是展示的 是吧 然后希腊的所有的文学 他都是用诗体而解 是合着运 合着运 然后还坐着运 他是诗歌乐武士为题 同样你看唐朝那些诗人 他也是 他不是像我们今天 什么床前云云光 仪式地双双双 不是这样念出来的 他是赢出来的 就像刚才你 学你已经一老是那样 对对对 他是赢者 而且他还是扮着五步 他有时候还踏着五步 他还在咒语 这样一来 人的是生命的全方位的展现 这就不光是 只是把语言 然后你用通向思想来理解 你实际上是感受到 是一个整个 就像海德格尔说的 一个天地人神思维 维度中间的 一个活生生的 充满生命的东西 刚才咱们讲 就人的异化 就感觉人到后来得分开 对分开 但是呢 在某一个时候 似乎是权货人 是合在一块的 对对对 你看这个柏拉图呢 他一方面是毕达哥拉斯 那个学派受很大影响 他讲究要数 这个数字 但同时呢 他是诗 诗情画意 柏拉图 就是他们那个 对世界本源 我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对对 他是像诗一样 对对对 后来尼采的哲学著作 写的也像诗一样 尼采就是要回到 那个时代 柏拉图 对吧 他就认为 后来的两千年 你就想 他那是一种 什么生活状态 对 我觉得 哎 紫超叔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容易 当代人容易 怀念过去的时代 我看过一个电影 就是 就是五叶巴黎嘛 那五叶巴黎 五叶伦拍的 就是 那个 他穿越 偶然穿越回了 这个二十世纪初的巴黎 就是海明威 海明威那个时代的巴黎 他觉得特别好 就特别美好 然后结果他在那个 海明威那个时代的巴黎 又碰到了 想穿越回这个 更早的法国时代 那种 法国巴黎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人 就是我觉得 我们好像是一直 会对 过去的东西 有一种 因为他已经逝去了 所以他有一种光彩 尤其是当我们现实过得 没那么愉快的时候 就会幻想 古代是好的 其实我觉得 在那个时代 可能也同样是 也会面对 我们现在的 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痛苦 所以我觉得 这个痛苦 其实是 恒常的 那个时代都会有 但是 当我们去回忆的时候 他可能有一些光彩 我们能从这些光彩里 找到一些安慰 我觉得就是这样 你的 我同意 我其实也是想表达 其实我就是觉得 我们看到了 还是那个时代 少数人的实情化意 就是 对吧 就是如果说 我们穿越回去 我们也是 种地的水平 就是 我们也成为不了柏拉图 我们也没有机会 实情化意 所以说 其实 我也同意你的意见 这也是我的感受 就是实际上 这个岁月的余晖 留下来的是 那个年代最闪光的 每个年代 你像柏拉图 这些人 这都是人中龙凤 这都是 就像 这个古今 同一凯 就像这个 王羲之写 这个蓝亭集序 我觉得写的是 最好了 他也说的是 最实在 大概意思是 我们一帮人去玩 隐世的 好美呀 仰观宇宙之大 复杀品类之盛 然后到最后一想 总有一天会死 背负 然后他说 我为什么要写下来这个 就是说一世 不管多少繁华 多少美乐 早晚 中期 于尽 长寿 是不可能的 不死 是不可能的 对吧 然后说呢 我今天想 我以前的人 他们发的也是这个感慨 后世的人 看到我这篇蓝亭集序 也将会跟我 同一个感慨 但是有一点 我知道 有一点不一样 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整个环境的 一个大变化 这个是没法比的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古希腊人 我说了 他们是在局场里面 长大的 我们是从小 提海战术 长大的 是吧 我们从小做题 我们这样一种 像数学这样一种计算 它导致了我们这个理性 最大的特点 就是金鱼算计 是吧 我们一定是 涵着这个成本 得到多大的收益 我们从小就开始 设计人生 都是这样的 是吧 我包括选择商业 选择什么学校 最后工作 找什么工作 他都是首先这样的 他充满了这种 从小的这种数学的教育 这样一种计算 这样一种提海 在树培养之后 那种教育的结果 是 但是你是在剧场里面 那种在四个月五里面 氛围上 你可能更多 那种情感的东西 会更丰富 但你最后 你计算 打不过斯巴达 就是必然 斯巴达人 他也不能说 这个了 只能说 怎么说了 这个可以说 后来 你可以更有一个意思 罗马最后 征服了希腊 是 对 这个确实 我们说文明 不在于它是否强 当然 也蛮会占占的文明 雅典就是说 当然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统计数据 有一种说法 就是雅典 纪事大章 伯利克利的鼎盛时期 大概它的公民人数 大概就4.3万人 但是雅典 所有人家的计划 包括奴隶 31万人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只占七分之一 那那个时候的奴隶呢 他们的精神生活 奴隶他们没有任何 奴隶在当时 从希腊到罗马 它基本上不属于人 它属于 在罗马属于物产法 对吧 它属于物 就跟你家里的工具一样的 它是没有 因为那个时代 它是奴隶之社会嘛 它那个很明显的 所以你看 我们也要看到 时代的进步 对对 那时候七分之六 都是误权的 对对对 但今天你看奴隶解放了 我们都获得了人的尊严 可是实际上 后来你觉不觉得 像比如说 好多互联网公司的 马农们的什么的 他们又有被 重新被误化的 这个危机呢 这才是最重要 你今天这个比例都是对的 是不是 我觉得 为什么比例是对的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管 这个甚至是现代互联网公司 基本上说一个人就是管七个人 就是这是一个最完美的组织结构 20% 80% 就是这个组织结构 我说一个人就是管七个 这是最好的 你看看这个比例是跟 对对 那那七分之六该怎么自处呢 我不知道 这问问张老师 我也很后期这个话题 你觉得他们活得 就感觉拧巴吗 我觉得 你让我想想 你自己好像在当年创业的时候 你没这个感觉 但其实也就是创业 就是他用很多 比如说钱啊 或者说这个职位啊 这些东西来去 让你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 就是说比如说 他给你规划一条 你的生殖路线 你奴隶没有这个路线嘛 对对吧 他也没有说多少年多少年 能成为公民 但我们现代人聪明 就聪明在这一点 就是说你现在就是一个技术马农 那你过两年是一个高级马农 然后你过两年其实 有生肉在前面掉 对啊 你一二马 这奴隶 高级奴隶 奴隶总监 是一路这么上去 但这样子 大家其实就是心里好受一点 但其实就是优积社会的一种逻辑 它前面老有一个骨头 然后你觉得你拼命跑两下 就能叼到那个骨头 它一直给你一个 就像就像一个大饼吧 就所谓我们他们互联网公司说 画大饼 其实就是画一个画一个东西 然后你觉得跑两下 努力跑两下就能吃到那个饼 然后我觉得可能慢慢的会变成一种 那个饼越来越遥远 那这个时候你还是不是觉得 这个东西是可行的 就是那个人的工具性 是不是还能坚持 就是一个意外 那后来你觉得有够的一天吗 有只停该差不多了的一天吗 就靠你自己能不能想明白这个事来去停 只能是这样 你要想追求这个 你愿意可以追求一下 从愿意给你创造各种 你下一个级别想要去够的这个东西 而且人好像也是这样 就是你一旦有了好条件 其实你也很难往后退 对吧 就是你说我这个吃好的吃习惯了 突然让你这个吃差的 你又觉得不习惯 但其实它也是利用了你这个特性 来一步步驱使你去干活往前走 这个就可能是现在社会 比那个时候更稳定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组织结构分工 其实只是更聪明 所以你这个青年人 你能理解中年人的辛苦 特别能理解 而且我还能理解青年人的辛苦 就是刚才就是说 一些互联网公司 今天就做PPT 去干活写代码这些朋友们 到底如何能感受到 或者像看到节目里面 这些科学家一样 说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我也想像他们一样 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